你挖空心思写出来的故事 却让读者感觉平民无奇 发表后没有水花 基本粉不结 怎么才能将你的普通故事 定成一个精彩的故事呢 就像这么大个灰山日啊 又见面了 我是全职写作12年的小林 一个没有卖点和噱头的故事 很难引起读者的注意 让你的故事在同类型的故事中 脱颖而出的 也许就是一个创意的亮点 其实故事的卖点 就是故事的戏剧性 但你可能要问了 一个普通的故事素材 我该怎么为它添加戏剧性呢 今天就来教大家一个 万能的技巧吧 实在太好了 试着为正常的事情 添加上反差和不正常 制造一种节外生枝的效果 举个例子吧 主角突然间得到了一笔剧款 给钱的人命令他必须尽快花光 主角开始挥霍无度 最终变成了一个穷光蛋 这是符合正常因果关系 和逻辑的事情 但如果这是一个故事 就会显得非常的平淡 不够吸引人 如果改成 主角意外得到了一笔剧款 给钱的人命令他必须尽快花光 主角想尽一切办法拼命的挥霍 却发现钱越花越多 所有花出去的钱 都帮他赚到了更多的钱 这样一来 故事就变得有戏剧性多了 因为他脱离了正常的因果关系 使得读者和观众产生了一种猎奇的心理 怎么样 是不是听上去有点熟悉 这就是电影《西红柿首富》的情节 你们瞅我乃气吗 不乃气 《利沟亥》的编剧《古泽良泰》 有一个创作方法论 别人向左 我偏向右 在普通人寻常的思维逻辑里 加上一点脱轨的不寻常发散 你的故事就会变得比别人的故事更加精彩 再比如 有两个贼想去抢劫一户人家 潜入室内后被主人发现 劫匪将这户人家的主人劫持成为了人质 这是我们在社会新闻上经常会看到的情节 他只能说是一个故事素材 还算不上一个精彩的故事 如果改成 有两个贼想去抢劫 却发现这户人家的主人 居然是一个瘫痪在轮椅上的植物人 而且他一心求死 并让两个贼帮他结束生命 这两个贼受到了人性的考验 这就变成了一个精彩又发人深省的故事 这就是电影《无名之辈》的故事情节 但是光学会了这个万能的技巧 就能写出精彩的故事了吗 你还需要为你的故事主角添加上以下的三点 第一 主角要有明确的目标 目标会让主角产生积极的行动力 不会让人物显得呆板 被动无所事事 被情节推着走 目标不应该是主角迫于麻烦和压力被动产生的 最好是主角自发萌生的 麻烦和压力只是迫使主角加速了目标的进程 这就会让主角显得更有主动性 第二 主角要遇到足够的麻烦 给主角知道麻烦是为了让主角行动起来 这种麻烦可以来源于现实生活 也可以来源于主角的情感和心理 比如主角分手后一度无法再相信爱情 在情感上显得自卑被动 慢慢才克服这种情感障碍 这就是一种情感上的麻烦 第三 主角必须让人印象深刻 情节会随着时间的流逝 渐渐让读者淡忘 但能够永生的永远是人物 一个好的人物会让你的故事 长久的留存在读者和观众的记忆之中 从一个讲好了的人物中 读者会去体验一段 或许他们永远也不可能过上的人生 人物的深层动机和价值底线 会让读者陷入人性共通的一场绝佳体验 当他们和上故事 会有一种我和人物一起成长过 活过一次的完美体验 这时便很难拦得住这些读者 为你的故事充当自来水的 我好喜欢哦 当你的故事不够精彩时 试着为你正常的故事素材 添加上反差和不正常 当你的主角不够精彩时 记得一定要为他设置人物目标 让他有足够的麻烦和压力 以及想尽一切办法 让他令读者印象深刻 做到了以上几点 你的普通故事也能变成一个精彩的故事 好了 这期的内容就到这了 如果觉得我的内容对你有帮助 记得给我一个三连 我是小玲 见证你在写作上的成长 见证你的成长